1951年6月 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结束 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形势 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1951年7月10日 朝鲜停战谈判在开程举行 谈判中对于朝中方面提出的 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合理主张 美方不仅以海空军优势 必须在地面得到补偿的荒谬理由 断然拒绝 还主张将军事分界线 划在朝中军队后方 企图不战而攫取 1.2万平方公里的地区 美方代表的无理主张 遭到中方代表的坚决反对 停战谈判就此陷入僵局 在一次长达132分钟的 静坐谈判后 无计可施的美国人 终于沉不住气了 收集谈判代表乔埃 只能恼羞成怒地叫嚣 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那么特别是美国人 他觉得我凭我的军事技术优势 我还想捞取战场上 没有能够捞到的便宜 要从谈判桌上捞点便宜 所以他老想幻想到 通过战场上胜利 又压这个谈判桌上的 这个朝中代表团来让步 1951年8月18日 联合国军同时发起了 地面攻势和绞杀战 企图以军事压力 迫使朝中方面 接受美方的无理提议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 早已整个带旦的志愿军部队 迎头痛击 从空中到地面 多次挫败敌人攻势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威 又将目光瞄准了位于 天德山以西的346.6等高地 1951年10月初 联合国军集中6个团的兵力 在100余辆坦克 40余架飞机 和10余个炮兵营的支援下 悍然向志愿军 第47军防区内的 346.6等高地 发起猛攻 凭借兵力和火力优势 美奇兵第一师 强行攻占346.6高地 并派驻一个加强连 平显巨手 联合国军总司 为什么要把他的王牌部队 骑兵第一师等部来进攻 这个47军这些高地呢 从他的来角度来说 他威胁到 从西南叫炼川 再到东北方向是铁园 这有铁路线 还有他的公路线 所以他要在这个 秋季攻势发起以后 在西线就重点就对 志愿军第47军的这些阵地 进行攻击 346.6高地 也是其中之一 346.6高地如此重要 但要夺回这座高地 却又谈何容易 重任落在了 时任志愿军第47军 140师418团 三营七连指导员 李延年的身上 那时李延年虽然只有23岁 却是一名身经百战 军政素养过硬的 连队指导员 1945年在东北入伍的李延年 参加过辽审 平津战役 还在湘西山区和土匪 斗智斗勇 多次立功受奖 解放战争期间 他还在东北军政大学 进行了系统的军事学习 是部队里难得的优秀人才 按上级命令 他所在的七连和兄弟部队 不仅要从敌军手中 夺回这座高地 还要顶着枪林弹雨 守住这里 346.6高地 共有五个山头 呈一字形排列 其中第五个山头是主峰 美军增派的加强连 正是在这里进行重点防御 根据作战部署 三营命令 九连从左翼进攻 为主攻 七连从右翼进攻 为助攻 八连则作为预备队 随时待命 起初 七连有些战士 对自己不能打主攻 牢骚不小 对此 七连指导员李延年却说 发牢骚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的 把助攻打成主攻 一下子燃起了战士们的 作战热情 面对一手难攻的高地 和武器装备远优于自己的敌人 盲目蛮干只会牺牲更大 经验丰富的李延年 首先对高地周围情况进行观察分析 他发现 三四六点六高地几方一侧 有一条名为一谷川的小河流经 越过一谷川 山前有一片坡度平缓 纵深约三百米的开阔地 首敌对这里进行了严密的炮火封锁 大有一夫当官万夫莫开之事 要攻占高地 能否顺利通过这三百米的开阔地 至关重要 虽然开阔地炮火密集 但细致的李延年 还是密到了战机 他发现 第一军的炮击间隔 为三分钟一轮 而炮击间隙的时间差 就是攻上高地的最佳时机 为此在战前 李延年要求战士们 反复训练 利用炮弹坑隐蔽 逐坑越近的移动战术 在路上走啊 都是四路 一上就是一个牌 一个牌 一牺牲十个人 上那么十多个 我是这怎么整 所以我都做了规定啊 夜间五米 十个也不能距离高地短 如果是那个炮弹 打到我这个队伍里边 我只上一个 十月十日进攻当晚 李延年和七连战士们 按预定战术 向346.6高地摸了过去 行动中 每当敌军的炮火 铺天盖地地飞来时 七连官兵就会就地卧桃隐蔽 每当炮击停止 又会一跃而起 迅速前进 一停一动间 七连很快接近了 敌军前沿阵地 上时 七连仿佛神兵天将 让敌人措手不及 一番战斗后 先头班一举拿下第一个山头 紧接着 第二 第三 第四个山头 也被相继攻克 眼看只剩下最后一个山头 但这时 担任主攻任务的九连 却仅仅上来了一个班 七连是主攻连 我们是次要的 结果呢 九连伤亡大 八连伤亡也大 所以七连是主攻连 成了主攻连 原来在通过开阔地时 担任正面进攻的九连 被敌军炮火覆盖 伤亡很大 就这样 七连的助攻打成了主攻 李延年二话不说 帅领七连向主风发起了冲锋 最终一举收复 三四六点六高地 胜利的喜悦 并没有让李延年高兴太久 他深知 天亮之时 在敌人的狂轰滥炸 和凶狠反扑下 如何守住阵地 才是真正的考验 要减少伤亡 守住高地 必须连夜抢修防御攻势 于是 顾不得片刻休息 李延年又趁着夜色 检查督促战士们 修住掩体和坑道 经过一夜战斗 七连减员 百分之二十以上 虽然一名牌长和一名班长 不幸牺牲 但班牌建制还比较完整 就此上级命令七连 因其他连队伤亡较大 他们要独自担负主风 和第四个山头的防御重任 另外三个山头 则由兄弟连队负责 第二天一早 美军的反扑 开始了 他们先用八架飞机 向三四六点六高地上 轮番投弹 随后出动了一个营的兵力 在二十多辆坦克 和近十个炮兵群的 火力掩护下 向七连阵地杀了过来 张排长 我们都经过班的 我们这个山头 他这个炮弹刚一打 我就跟下跑 我说你赶快爬下 我这花还没落一个炮弹 就打到他头上了 两边了 西藏那个战士 复伤那个战士 在连续战斗中 七连连长刘凤辰 被调回营指挥部 担任代理参谋长 副连长也副商撤离了战场 高地上 连队的军政工作 全部落到了李延年 一个人的肩上 在意外频发 检员巨大的战场上 时刻保持部队建制 尤其重要 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伤亡比较大 所以李延年 对李延年的整个组织指挥 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李延年在这个过程中 指定了16位 连排班的 就是接替名单 在惨烈的拉锯战中 三营伤亡极大 电台也被打坏 与上级失去联络 敌人四次强攻后 七连只剩四个班 八连两个班 九连一个班 全营干部几乎伤亡殆尽 各连队都处在 各自为战的被动状态中 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危机关头 李延年挺身而出 他将七连上能作战的人员 重新整编为四个班 还把所有干部集合起来 组成临时党支部 统一指挥战斗 在不断调整七连战斗编组的同时 李延年还主动联系八连九连 协调兄弟部队 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敌军进攻 李延年用高超的指挥才能和政治工作 稳定了军心 鼓舞了士气 每次战斗前 他都会振臂疾呼 号召大家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 要为祖国和人民燃起斗志 更要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人在阵地赛 只要还有一个人 阵地就不会丢失 很快 敌人发起了第五次进攻 这一次 敌人吸取了此前一位正面进攻的教训 采用正面进攻与迂回包超相结合的战术 在火力覆盖后 从左右两翼各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展开进攻 对敌军进攻方式的变化 李延年特意加强了侧翼防御 同时再次整合部队 又组成了一个新的坚强的战斗主体 与敌敖战 在又一次打退敌军进攻后 部队弹药告庆 于是胆大心悉的李延年 直接带着战士们爬出战壕 在阵地上搜集枪支弹药 不管是我们的好敌人的好 有弹药都把它收集起来 收集弹药继续战斗 我们能把阵地夺回来就能守得住 把阵地守得住 我们就是胜利 打退敌军第五次攻击后 时间已是下午四点 虽然又检员十多名战士 但失礼的新电台却及时送到了阵地上 打开电台 不等李延年向上级汇报战况 施首长先称赞七连打得漂亮 立了大功 要继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狠狠地打击敌军 同时全时炮火也会大力支援 七连官兵士气大震 纷纷与敌死战到底 正面作战的一般阵地 在打推敌人十余次冲锋后 只剩腾桂桥一名战士 这位孤单英雄战斗到弹尽粮绝后 眼看敌人嚎叫着又一次向战壕蜂拥而来 便抓起最后一根爆破桶 拉开引信冲进了敌群 滕桂桥呢 他是爆破班的班长 敌人上来的时候 滕桂桥拉起了爆破桶 然后和二十多个敌人通过一斤了 所以这个滕桂桥啊 是我们连队的战斗英雄啊 施首长的关心鼓励 战友们的壮烈牺牲 李延年的沉着指挥 激励着七连阵地上的每一名战士 在这场精神和意志力的比拼中 七连坚持到了最后 他们不仅粉碎了敌军 七次大规模进攻 还牢牢拖住了敌人 为反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0月11日深夜 第140师418团 以五个牌的兵力 在炮火掩护下 反击上浦房下浦房的美军 战至12日浮晓 全间美军两个步兵连和一个火器连打步 打36代6之前呢 我们上去的时候 那个茅草很高 树也很高 结果呢 打了两天一夜 树梗子都没有了 茅草全部烧过了 七连守住了高地 却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全连200多名官兵 站至最后 包括伤员在内 也仅剩40多人 激战中 李延年被一枚炮弹碎片击伤 整个后辈都渗出了鲜血 但他一声不吭 咬牙战斗到最后一刻 连的军事指挥员不在位 他就能非常好的指挥 带领连队去作战 他还能够根据战场实际 去制定符合这个战场实际的这种 进攻和防御的战术 就减少自己的伤亡 更多的去消灭敌人 他这一系列的表现 就是说真的体现了一种 政治工作干部这种全面的素质 所以它是一个政治工作的典型 又懂政治工作又懂军事 会打仗 346.6高地的成功坚守 也欲示联合国军 休计攻势的彻底失败 曾叫嚣着让炮弹 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的美国人 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1951年9月29日至10月18日 执任军第47军 与美骑兵第一师和美陆军第三师 顽强激战20天 成功挫败了敌军进犯 以伤亡7000余人的代价 毕伤敌军2.2万余人 至此联合国军在西线发动的攻势 被迫停止 看到战报的彭德怀称赞第47军 打得好 打得英勇顽强 作战很积极 美国参谨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 他就说这种攻势 就讲的球技攻势 在战略上是失败的 那么他还给美国总统杜鲁门 写了报告 说李其威攻占 个别高地这种战术 是不符合美国 在远东的全盘战略的 就李其威这种战法 那要用20年的光景 才能到达雅鲁江 抗美援朝战争的节节胜利 正是无数像李延年这样的 志愿军基层指挥员 和英勇的将士们 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和有勇有谋的战斗智慧 所一步步取得的 1951年10月23日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 常务委员会 授予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一级国旗勋章 彭德怀在授勋时说 抗美援朝已经一年了 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荣誉和功劳 应该归于那些奋不顾身 英勇杀敌的 朝中人民军队的英雄将士们 所以说整个抗美援朝战争 我们说就是 以气胜刚的一个典型的战争 那么在就是三四六点六高地的战斗 也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我们的气最后就是 1951年11月27日 战场上的不断挫败 是美方不得不同意 朝中方面提出的 以双方实际接触线 为军事分界线 葛后撤两公里 为非军事区的要求 最终达成了 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 1952年 李延年被志愿军总部 授予一级英雄荣誉称号 即特等功一次 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三级国旗勋章 从朝鲜战场凯旋回国后 李延年没有躺在功劳部上 他主动申请调到广西边防部队 继续为国尽忠 英雄无名 壮举无形 从解放战争到湘西剿匪 从抗美援朝到卫国戍边 李延年一生参加大小战役 战斗数十次 英雄无畏 立下赫赫战功 却深藏功名数十载 连对自己的妻子都很少提及 他不讲 冲了也不讲 我问他 我说你干嘛不讲 他说不讲 讲得很难过呀 那么多人死了 我活着 一讲起来就看他们 想他们 有时候他偷偷掉眼泪 他说这个人满行 2019年9月29日 李延年获得了共和国勋章 那一年已经91岁高龄的他 之前在媒体报道中 几乎从未出现 国家荣誉的获得 让他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也让更多的人们 对英雄这一称谓 有了更为丰富的认识 什么叫军魂 魂是伴随人一生的 不管在哪里 他们始终把自己 作为一个战士 他们始终在战斗 在他们的余生 我们也可以看到 离开了战场 他们依然是英雄 依然在为社会 为人民做出他们的贡献 这是以李延年为代表的 众多抗美援朝战斗英雄 共同的一个特点 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力燃 抗美援朝的硝烟 早已散去 但李延年却从来没有忘记 牺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们 1992年 李延年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英模代表团成员 重返朝鲜 他把祖国的红色三角梅 作为礼物 带到了这片 他为之战斗过的土地 这里有浸染着鲜血的 三四六点六高地 有他深埋于心底的七连 和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无悔誓言 我们的国家发展这么快 我们今天生活这么好 哪里来的 是西层留学同志们 换来的 现在你们都不在了 我活下来了 国家给我们这么高的荣誉 感到惭愧呀 这功劳是什么呢 就是亿万人们群众 牺牲留学的功劳 他们没有完成的任务 我们要继续完成 他们要实现的目标 我们一定要实现 英雄的历史 祖国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 李延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 一级英雄 特等功臣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他的名字 将与他朝思暮想的战友 与二百九十余万 志愿军将士一道 永远被人们铭记 和国勋章获得者 和国勋章获得者 和国勋章获得者